邀请美味今天要看到很多人 特别是男生都会觉得说 只吃一顿饭无肉不欢 但是为了推广素食 高雄市有一位素食餐厅店长 特别研发了素食意大利面 其中的一道蔬菜茄汁 意大利面广受大家的喜爱 大伙正在烹调意大利面的汤汁 这锅汁非常的费功夫 光是熬煮的前置作业就很麻烦 因为每一种蔬菜都要切成细末 汤汁的食材有芹菜 胡萝卜 洋香菇 豆薯 还有主角 番茄 另外加入这八种香料混合而成的秘方 放入大锅熬煮八个小时 这些材料要切成细末之后 它在熬制汤汁的过程 它才能够完全的释放出 它的一些 一些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的元素 我们再从配料到整个汤汁的去熬煮 煮煮都需要到八个小时 一边熬还要一边摇 手不能停 像这么大的锅子 到最后熬成半锅的精华 每次出菜 先盛汤汁 再加入配料 和意大利面下锅拌炒 等意大利面吸收了酱汁 大功告成 一盘蔬菜茄汁意大利面终于可以上桌 口感还蛮清爽 然后很顺口 汤汁的香甜美味 口齿流香 几乎到这家店的客人都会点这道菜 把这个素食的口感把它年轻化 让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可以接受素食的食品 让这个素食的风气可以更普及化 特别研发素食意大利面 店长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享用素食 费尽心思总算有了成果 中间新闻 翁崇文王嘉庆 高雄报道